今天有啥好货没有 西皮虾 黑胡虾 青蟹 青蟹怎么卖的 这个好大啊 个头啊 大的要85 你要买80 80一斤 这么贵啊 绿玉黄怎么卖的 因为我小的那个 38 你要买35 绿玉黄不是现在最好吃的时候吗 对 要肥到有肉的 那这个大的呢 大的要50 你要买45 哦 相差10块钱 对 最大的还有 那我就买大的黄吧 相差10块钱 买三只就够了 这回家多少钱一斤啊 那你要买40块啊 你这个蛤蜊是土耗杀的吗 对 回家直接可以吃了 对 好够了 一共48块 已经买了一小豆子了 大家我是老天 买了点这个绿玉黄加小海鲜 回去呢 待会再去买个鱼头 做个鱼头堡 把这些搭配起来一起烧 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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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没有小吃 我们家里人都比较爱吃的 它里面这个黑膜全都要给它弄干净 再把这个蛤蜊 黑虎虾 六味黄 活性还挺强的啊 我们给它 把这个六味黄刷洗一下就行了 肚子上太脏了 然后这里面这个呢 就不用刷洗 洗干净些了 像这个黑虎虾 海虾它属于不需要抽馅的 直接待会煎一下就可以烧了 先来切一点这个葱姜 姜给它切成丝 葱切成葱段 切好的葱姜放到这个大盆里面 加点黄酒 盐 糖 糖可以去腥的 胡椒粉 然后我们把这个料汁给它抓匀 抓匀以后呢 要把这个鱼头提前给它腌一下 抓好以后呢 就把这个鱼头放进来 然后这样给它巴辣巴辣啊 因为这个手这样不要去抓它 上面鱼刺好多 要扎到手的 提前呢 给它腌个半小时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这个腌制的东西 你最好用保鲜膜包一下 放到冰箱里一样 现在贴热更要保鲜膜包了 贴凉了你放在外面还好一点 别的都不用处理了 就把这个三支屑给它稍微处理一下 这个跑的是最凶的一只 我先给你处理一下 直接呢 什么都不用管 直接切成两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切口 里面的肉和黄啊 还是很饱满的 切好的肉和黄这个开口处啊 我们用这个生粉蘸一下 然后上锅给它煎一下 要不然它这个口啊 里面的黄会流出来 锅里加一点油 油温我们要给它试一下 大概先给它升到七成热 锅盖给它准备好啊 先把虾给它炸一下 锅里面有崩的声音就可以 这个黑骨虾炸完了以后很漂亮的 差不多给它捞出来 肉和黄气口朝下 给它下锅 煎到边色滴平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做这道鱼头包虾线 准备的料头量有点多 有这个葱姜蒜 还有两个洋葱 蒜子呢我们多放一点 这个生姜呢 给它切成这个正方形就行 蒜子改小一点 小葱给它切成葱段 洋葱对开 然后切成块 我们要提前调一个碗汁 准备两勺的这个黄豆酱 大概三勺左右的这个生抽 两勺左右的这个蒸鱼此油 蚝油来个一勺左右 醋来个一勺 来个两勺糖 盐少放一点 酱油都是香味的 胡椒粉再来一些 做这个再准备一勺海鲜酱 然后把这个料给它调匀 中间呢我们可以放点水 给它稀释一下 也可以直接放那个 就是啤酒来稀释 啤酒就是变香一些嘛 调好以后呢 我们就上锅 把这个鱼汽给它拨上 锅里放一点油 油温上来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葱姜蒜给它下锅 然后葱叶不下啊 葱叶留到最后反 小火把这个料头的香味 先给它炒出来 稍微煸一下 这个香味就慢慢出来 煸到这个料呢表皮一点微焦 然后把洋葱放进去 洋葱稍微煸好一下就可以了啊 然后给它敷敷平 再把我们腌好的鱼 然后均匀的摆在里面 摆它一层啊 这个鱼头提前腌过了 已经比较入味了啊 宝宝都给它摆上一层 不要堆在一起 煎好的六月黄 给它放在这个上面 黑虎虾也给它放进来 拖花沙的花隔也给它放进来 腻制料汁给它浇在上面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不加水 水分不够 肯定够的 因为这个食材它还会出水的啊 今天没有买那个现椒 我就稍微放一点这个剁椒在上面 喜欢吃辣的呢 可以多放一些啊 然后我们给它盖上这个砂锅盖 调成这个小火 大概是三二分钟左右 准备一块嫩豆腐切成小块 我们准备了一点这个青菜啊 跟青菜再打两个鸡蛋 带汤烧一下 直接烧点开水 把这个豆腐下去 水烧开以后 把这个青菜抓一抓 放进去 把这个根子抓一抓啊 放一勺盐 再打两个鸡蛋在里面 放一点胡椒粉 可以去除蛋腥味 再添一点香麻油就可以出锅 整个物质都明白这个香味 这个也根据你这个食材多少 来决定这个局的时间的啊 准备开饭了啊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后面没有放水 它这个一缩 缩了这么多水出来 前面剩着葱段放进去 这个虾不用扫了 给它关掉 虾整一个吧 嗯 汤汁味道重一点 汤汁上面的味道淡一些 上面吃掉一点之后呢 再把下面往上吃 鱼都是在最下面放的 嗯 吃这个蛤蜊也是一样 就蘸着这个汤汁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蛤蜊说 我举了12分钟以后 这蛤蜊肉的干的 一点都没干 为什么嘛 因为我把这个放在最上面呢 蛤蜊我蘸着汤汁 你尝尝那个汤汁味要怎么样 嗯 哇这个汤味好鲜啊 嗯 蘸着这个汤汁味道特别鲜哦 嗯 而且肉又不紧 很鲜嫩哦 大家不要怀疑说 煮干料了 我没啥子 吐过的 我买这个肉汁吐好的 嗯 来 吃一口 我怕这个太干了 再点汤 烧这个豆腐跟青菜 其实这个酱料 调的蛮好的 来 鱼头整一个 又嫩又鲜又香 今天这个鱼太好吃了 我给你加一块最好的地方 来 就是 边上的一块 一一夹断了 对 这个包了十几分钟以后 这个肉已经酥掉了 哇哦 这块肉最漂亮 我给你 我给你来一块啊 嗯 这是鱼头那里的吧 对 就是鱼头啊 没有生的 哦 来 晚了过来接着 这个肉 你吃了 现在这个汤汁里面 特别有味 今天鱼里买的有点多 我爱吃这个东西 这海鲜不好鲜哦 嗯 海鲜海鲜嘛 嫩不鲜啊 整个这个六一花 这个六一花就是铜子蟹 就是没长大了这个大大蟹 哎呦 这里这么多黄哦 来 一个 好多黄 现在这个汤汁超鲜 这个里面有一层筛啊 整个容量这个有点 大家看那个蟹啊 虽然说 个头小 但是真的很肥啊 这个肉啊 这个鱼多了下面 再给你加一块这个大籽 这个好像是尾部那一块 有稍微有点小吃 吃后来当鲜鸟啊 我还是喜欢吃里面鱼 鱼好吃啊 嗯 开箭点给它干掉 这个汤汁最好吃了 那里汤汁最好吃了 这里汤汁最好吃了 我们家最爱吃的就是这个鱼头 瘦瘦都好吃 嗯 打啥锅 嗯 这个鱼头它是粘分量 其实它没什么漏嘴在上面啊 鱼头是做的太多了 唯一就是说这个 生菊的这种菜啊 我是最喜欢做的 而且最好吃的 大家也先试一试啊 而且现在这个鱼头又不贵了 是不是嘛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